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安卡,歡迎收看頻道 那麼今天我要為大家帶來 迎擊戰第四階段的速刷教學 好,那我們使用的是全合作的一個配置 那跟大家提醒一下 隊員都帶全合作 並且是不一樣的卡片 會有最大分數的加成 所以如果說大家想要用最少的體力 賺到最大的一個點數的話 記得要用不同的隊員 好,那這邊我們就用這一隊 來教大家如何速刷吧 好的,那這邊一進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場地特性 你必須拉角色珠在指令的位置停止轉珠 該角色才不會死亡 所以第一關呢,我們要解高康隊 我們先開上定春進行珠子二消的部分 除此之外呢,我們也別忘了拉角色珠 到指令的位置停止轉珠 那只要達成這幾個步驟 就可以在第一關順利通關了 那第一關也不用太在意步數 我們這邊轉到18步,也可以通關 好,那來到第二關 這裡我們遇到這個不能消暗珠的敵人 那這邊我們開上星巴點神樂以及銀石的持航 並且呢,我們不要消暗珠 加拉角色珠到指令的位置就可以 在這一關順利的通關了 好,那第二關這邊 連擊打過去之後 我們來到第三關 這邊呢,我們會需要直接手轉 那會建議大家除了水珠全消之外 再多消一組暗珠或者是疊珠火珠的部分 傷害值會比較夠一點 好,緊接進入第二階段 這邊一進場先直接撸五步以上 那之後呢,我們再兩康帶走就可以了 那注意這邊要無視固定連擊 我們必須走五步以內 好 基本上這邊就直接順利帶走 完全沒有問題 而要第四關 第四關這邊敵人比較複雜 在固定combo加上手消全光的限制 那如果說你要無視固定combo 你就必須走五步以內 但如果你要手消全光的話 有時候會走到超過五步 那可能就比較沒辦法 那不過我們就可以 這邊就可以無限的洗版面 洗到這個光珠的位置還不錯 這樣我們就可以走五步以內 加手消全光把敵人全部給帶走了 好,那接著我們來到第五關 第五關這邊 我們可以直接開銀石的固定版面 那解個高康盾完全不是問題 那這邊甚至不太需要轉珠 好,天降鬥15combo 傷害非常的夠 所以這邊我們就輕鬆的進入王關啦 那再來王一的部分呢 我們這邊直接開星巴 隨便點符石 這邊最重要的是 第一階段一定要消五步以上 一定要走五步以上 他才會觸發減傷 好,然後那個敵方打你才不會死掉 因為我們這個星巴呢 他這個追打 這隊只有 四個萬事烏 所以打不太穿 好,那接著呢 打完一輪之後 第二次我們就直接開神樂的主動技能 二消 加走五步以內 直接帶走 那接著進入第二階段 這邊我們直接開塵馬 給一個增傷 然後直接兩步 最好可以拉一個銀石的角色珠 傷害絕對是夠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速刷影片啦 如果你還喜歡開到更多銀石的通關影片的話 不要忘了開下按鈕按鈕 影片下鈕按鈕 下週新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是阿卡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謝謝大家掰掰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